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徐峥 这次在港窘当中跟我一起踏上窘图的是一个新搭档 他的名字叫做鲍贝尔 鲍贝尔是一个年轻的演员 他非常有特点 首先他长得足够难看 其次呢他是非常非常逗的一个演员 拉了劲啊 当然他也是一位非常认真演戏的演员 哎呀 真可惜 因为我们的港窘是讲一个全新的故事 鲍贝尔的加盟能够让整部电影变得更加惊喜更加新鲜 哎 你妹啊 而鲍贝尔在其中的表现也的确是把我们给掀到了 在拍摄过程当中 我经常因为他的表现被他逗得笑场 鲍贝尔在戏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呢 名字叫做蔡拉拉 小名就叫做拉拉 他自认为他是一个文艺青年 但其实他是一个文艺2PN次元青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虽然他演的是一个2P青年 但是他反应特别快 你人给他一个东西他经常会接不住 动作戏也完成得非常漂亮 敢从桥上跳出去 敢与翻跟斗 敢从很高的楼上摔下去 其实就是比较勇敢 我们的合作非常的融洽 配合也很默契 你再来 赵魏也很喜欢他 给我滚 滚 能不能把这破案都关了 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对鲍贝尔 在港九当中的表现拭目以待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鲍贝尔 多多支持我们港九 去哪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拉拉吗 为什么 因为我原先喜欢翘课去看电影 每回都是我姐给我写加跳 那你为什么叫拉拉 因为他每回都写我拉肚子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是拉倒眼了吗 拉倒眼 你拉倒吧 你知道维多利亚港 为什么叫维多利亚港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秘密 然后呢 所以才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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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